嫦娥六号着陆区下面 隐藏着一个巨大金属物质 2019年6月12日 中新网曾报道过一篇名为 《科学家在月球最大的陨石坑》 月球南极地区爱特肯盆地下 发现了一大块神秘的物质 其中可能有撞击月球并形成陨石坑的小行星 留下的金属的消息 这篇文章虽然时隔数年 但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记忆犹新 这不仅让人想起 嫦娥六号选择月球南极进行着陆和采集样品 绝非偶然 而是科学家们特意安排 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卫星 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 它对人类来说取有重要的意义 引起了人类长久以来的好奇和探索 使得地球上的观察者 无法直接看到月球的背面 这种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使得月球背面对人类来说充满了神秘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终于有能力向月球发送探测器 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 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发生在1959年 当时苏联发射的月球三号探测器 成功拍摄到了人类史上首张月球背面的照片 这标志着人类对月球背面的探索 买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后续的月球探测活动 奠定了基础 从那时起 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人类对月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2019年 人类对月球背面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 1月3日 中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 在月球背面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 随后 嫦娥四号释放了玉兔二号月球车 首次在月球背面进行了巡视勘查 自那以来 玉兔二号一直在月球背面正常工作 为人类探索月球背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信息 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在月球探测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也展示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决心和能力 2024年5月3日 中国航天视野迎来了又一重要时刻 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升空 在经历了地球转移 近月制动等关键阶段后 嫦娥六号已顺利进入预定的环月轨道 接下来嫦娥六号又执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 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并将其带回地球 这一撞举是人类探索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有望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月球背面的宝贵信息和数据 嫦娥六号的成功发射和在月球背面的样本采集任务 体现了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雄心和实力 这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次重要进展 也是人类探索宇宙拓展认知边界的一次重要尝试 嫦娥六号探测器计划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进行着陆 这一区域的地下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金属物质 根据研究团队分析 通过测量月球周围的重力数据 并与月球表面的成像进行对比 他们发现盆地底部存在大量金属物质 这些金属物质估计约有2000兆吨 可能是约40亿年前月球遭受小行星撞击时留下的 这一事件对月球的地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重大发现最初是在2019年 通过分析月球重力场数据时被注意到的 当时科学家们发现了南极艾特肯盆地区的重力场分布异常 随后科学家们利用月球勘测轨道器和引力恢复 与内部实验室的数据对该区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该区域地下存在着一块密度显著高于周围地区的异常物质 其密度特征表明主要由金属构成 嫦娥6号的探测任务有望为这一发现提供更多的证据和细节 进一步揭开月球背面地下金属物质的神秘面纱 科学家们对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地下的巨大金属物进行了估算 认为它向地下延伸约300公里 形状呈圆形 最大横截面约5至6万平方公里 质量约为2000兆吨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那么这个巨大的金属物究竟是什么 科学家们提出了几种解释 其中两种观点得到了较多的支持 一种观点认为 这个金属物可能是一颗古老小行星的残骸 简单地来说 在很久以前南极艾特肯盆地所在的区域 遭到了一颗大型小行星的撞击 这次撞击的角度非常正 撞击力度巨大 不仅在月球表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撞击盆地 还将小行星的金属核心陷入到了月球的地下 另一种观点认为 这个金属物可能是月球自身形成的 在月球早期形成过程中 由于高温和高压的作用 月球内部的金属物质可能会聚集在一起 形成这种高密的金属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金属物质逐渐沉降到了月球的地下 形成了这个巨大的金属物 目前来说 关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下 巨大金属物的成因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推测 比如这些物质大约是40亿年前 月球被小行星撞击时所留下来的 也就造就了月球如今的地形样貌 但这些推测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那么这些证据从何而来呢 嫦娥6号探测器带回的月球样本 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 这也是科学家要探测月球南极的原因之一 嫦娥6号的首选着陆区 位于南极艾特肯盆地东北区的阿波罗盆地南部 而这个区域正是巨大金属物所在的地点 因此 嫦娥6号带回的样本 有望为我们解开这个巨大金属物的谜团 提供重要线索 当然 这些样本的科研价值远不止于此 它们对于月球地质 月球起源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计划 嫦娥6号将采集约2000克的月球样本 带回地球 这无疑将填补月球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为人类深入了解月球 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嫦娥6号探测器 自计划之初 就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 嫦娥6号的状态一切正常 正在稳步推进后续的登月采样工作 我们有理由期待 嫦娥6号将为我们带来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突破 嫦娥6号的成功发射和着陆 不仅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一次伟大壮举 来的月球资源利用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嫦娥6号的发射和着陆 凝聚了中国航天人的辛勤努力和智慧 展现了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雄心和实力 我们期待着嫦娥6号的后续探测任务 相信它将为人类探索宇宙 认识月球 带来新的发现和突破 让我们一起关注嫦娥6号的进展 期待它为我们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 为我们带来新的科学知识和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